Hello,我是T.T.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来研究一下Dynamic 这个词叫做动力动态 我们在Houdini里面可以理解为物理仿针 之前我们研究破碎、碰撞等等 这个我们叫做RBD Rigibody Dynamic 就是钢铁物理仿针 我们做了几个像破碎、墙、定点爆破等等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研究Dope系统 Dynamic 动态 叫做Volume 柔体 之前是钢体 有钢就有柔 柔体物理 当你需要做布料、线、毛发等这些几何体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用到Volume系统 可以看到这个顶上有Volume 它提供了一些几个默认的模块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Geometry的节点进入 介绍一个新的节点叫做Planet Patch 首先换成ZX平面 可以看一下这一个跟我们之前的Grid 有什么不同呢 那你会发现Grid它比较粗糙 就是几个塔塔塔塔塔 对吧 比较粗糙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Planet Patch 它可以非常细腻 但我们现在把它变稍微把它变大一点 把它变到10乘以10 跟我们的Grid是一样大 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细 这个细分的 然后呢 你也可以调整它这一个 太大了 我们一乘二 稍微小一点 可以看到 你可以调整它的这一个边缘长度 如果你要更细呢 就更小一点 另外呢 你还可以换它的形状 我们可以换成比如说 Circle Rain 缘装型 然后Tripzoid 好 我们呢 暂时还是用这个Rectangle 可以把它这个 Size呢 我们就用一乘二好了 或者是一乘三吧 让它有个调带一点的感觉 调带感觉 好 Grid呢 你也可以实现这个样子 对不对 你可以调整Grid的大小 另外呢 你通过Remesh的方式呢 也可以将我们这一个Grid 变成啊 这个样子 对不对 一样的啊 但是呢 用Planet Patch 可以省略 把这两个省略掉啊 我们直接用这一个 好 准备好Planet Patch以后 我们来一个节点 直接来节点啊 叫做Volume Close 这个 Volume Close 这个节点呢 它的作用就是将它变成一块布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布的一些 基本的参数 包括拉伸啊 折叠啊 等等 好 这些我们暂时都不去动它 说 我们之前有说啊 这个RBD系统最重要是那个Solver解算器啊 同样的对于布料来说呢 也是解算器 它也需要一个解算器才能起作用 Volume Solver 然后将它们三个都连起来 将它们三个都连起来 这个时候呢 这个布料就 好 点这个地方模拟啊 你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布会往下掉啊 现在呢 暂时的来 加一个东西 嗯 让它 有这种方式啊 第一种方式呢 我们给它加一个碰撞屋 在这个地方啊 在这个输入口 我们给它加一个碰撞屋 加个什么碰撞屋呢 比如说我们给它来一个Test 来一个Test 嗯 Rubitoi 好给它来一个 随便一个物体啊 放在它的下方就好了 稍微把它往下走一点 另外呢大小小一点 再往下走一点 好 我们再来进行模拟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块布就会搭在上面了啊 但现在这块布看上去还不是那么的好啊 因为呢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对它进行什么呢 更加的细分 这个时候最块布呢 就会更加的细腻 可以看到 对不对更加的细腻 好 这是非常简单的来开启一块布料 但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对它进行更多的一些参数的调整 我们在Volume Solver里面啊 我们看到这个Force 这个地方呢可以调整这个重力 我们可以暂时把这个重力稍微调小一点 比如说-0.2 让它呢掉的更加缓慢一点啊 更加有漂浮的这种感觉 另外呢你也可以给它加一点点锋力 比如说 哦 按错了 取消掉 你可以看到往这边有一点点 我们再加大一点点 哦 把它吹 已经吹跑了啊 已经吹跑了 加上一点点锋力 好 另外呢还有一个节点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布料啊 它只是一块的一个平面 没有任何厚度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Volume Post Process 这个节点 好 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对布料的处理啊 这三个节点是缺一不可的 缺一不可的 我们再看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把它让它往下掉 把锋力给去了吧 要不然它掉落在正确的位置 好 我们现在往下折一点 往下折一点 另外呢我们希望把这个布料再细一点 再细一点 因为我们看不出它的那个折痕 但如果更细的话呢 你的计算机的算力要求就会更高 好 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呢 有一定的折痕 有一定的折痕 或者我们 我们换一个换一个物体吧 换了一个猪头 换猪头Piccat 换猪头Piccat 然后这一根稍微小一点 然后往下走一点 好 重新拿一下 嗯 这块布是不是小呢 再把这个变小一点 看来 好 嗯 有一定的折痕 算了啊 我们来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你可以对它的这一些细节部分 进行一个叫做 Special Blur 让它呢看上去更加的顺滑一点 顺滑一点 另外呢 这里还有一个Thicken Extrude by Thickness 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它就会两面都有了 另外呢 可以看到是有个厚度 有个厚度 你也可以调整到更厚一点 比如说调整到5 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呢 就会像一个厚毯子一样 调整它的厚度 但实际上你也可以直接来这个 进行挤出也是OK的 所以细分呢 我们可以不用那么高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做了一块简单的布料 就是你可以拿这个几个 来做一个前期的实验 一块小布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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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